您好,欢迎您步入Math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 面向对象入门 在面向对象入门这节课当中 将介绍对象编程的体验 如何理解面向对象编程当中的对象 对象的优越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象的编程体验 我们以一个项目为例 这个项目是我们要制作一款简单的自动运行的小游戏的模拟 它的基本结构是 在一围的地图上有一只虫子和一只蚂蚁 每次它们都走过一个 货三货二二或者是三个随机单位的距离 也就是说它在行走的时候 首先要选定走法 若达到地图边界则放弃移动 当蚂蚁虫子处于同一位置时 蚂蚁吃掉虫子 此时程序运行结束 对于面向过程的编程来说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游戏的运行过程 也就是第一步设置虫子的初始位置 第二步设置蚂蚁的初始位置 紧接着我们进入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退出的条件为 蚂蚁和虫子都在同一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 当蚂蚁和虫子在同一位置时 循环结束 也就是这个游戏的运行也就结束了 然后依照规则 蚂蚁和虫子分别移动位置 直到蚂蚁和虫子走到同一位置 同去结束 对于面向过程编程 直接就是按照这个步骤 来写命令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面向过程编程所产生的程序 由于这个程序很简单 所以代码中没有定义任何函数 而是首先导入一个随机函数 这个随机函数用于随机生成蚂蚁 或者是虫子所走的步骤 紧接着我们指定了蚂蚁和虫子的初始位置 这个初始位置呢 就是从一位地图里面的坐标当中 任选一个作为它的初始位置 就是0到20 紧接着输出蚂蚁以及虫子的初始位置 然后我们指定它可以走的步数 就是处2、正2、处3和正3 紧接着我们进入循环 也是这个wire语句 那么它的条件就是当虫子的位置和蚂蚁的位置不相等时 那么就继续循环 否则呢就是运行接触 也就是蚂蚁吃掉了虫子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步骤 也就是从这个step当中 就是复2、正2、复3、正3当中选取一个步骤 让蚂蚁行走 在于第十行选取的步骤以后 然后呢首先要判断蚂蚁在行走这个步骤 是否超出了这个地图的范围 如果超出了呢就放弃行走 不超出只是将蚂蚁的位置进行修改 同样道理我们修改虫子的位置 然后呢把蚂蚁的当前位置和虫子的当前位置进行输出 那么如果这两个相等的话 也就是呢退出循环 也就是这个wire循环体 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于面向过程的编程 就是搞清楚程序运行的基本步骤 然后根据基本步骤 直接写python语句 或者是呢定义函数 来对变量进行修改 最后呢达到运行结果 就退出这个程序 那么这就是面向过程变成的基本方法 它的体现就在这个地方 对于面向对象编程的方式 它首先要对这个游戏进行面向对象分析 那么它的基本步骤是 首先分析在这款游戏当中 游戏当中的对象 有地图 虫子 还有呢蚂蚁 这三个基本对象 然后地图呢 是一围的 只需要记录虫子和蚂蚁的位置 就可以了 当虫子和蚂蚁在地图上位置 是相同的 那么只是呢 程序运行接受 然后蚂蚁和虫子 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蚂蚁的特性 或者说它需要知道什么 需要记住什么 蚂蚁和虫子 要能够按规则的移动 这就是蚂蚁和虫子 这两个对象 它所具有的能力 然后我们要定义 地图 蚂蚁 虫子的三个类 最后 在主程序中 实力化它们 并且呢 通过对象间的交互 来完成游戏的模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面向对象 编程 它的结果程序 那么这个结果程序 是这样 我们通过这个程序代码 可以看出 首先 在这个程序当中 并没有 定义函数 也不是呢 按照步骤 来完成的 首先我们定义的是什么呢 是 类 也就是 首先定义的精灵 这个精灵呢 既可以是蚂蚁 也可以是虫子 然后呢 我们又定义了个 蚂蚁类 虫子类 第三九行开始呢 是地图类 最后 我们在主程序当中 实力化了地图类 虫子类和蚂蚁类 然后呢 用一个 挖耳循环 和面向过程呢 比较类似 也是挖耳循环 当 虫子和蚂蚁 没有在同一位置时 也就是 蚂蚁没有做出虫子时 那么 程序呢 继续 否则的话呢 退出程序的运气 从这个 主程序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主程序写的很短 但是呢 它需要定义 多个对象 那么这里面 共定义了地图类 虫子类 蚂蚁类 以及呢 它们蚂蚁和虫子的 共同复类 共四个类 也就是 对于面向对象 编程来说 首先 要做的是 面向对象分析 分析在程序中 需要模拟哪些对象 然后呢 要知道 每一个对象 它的熟悉 也就是 它需要记住哪些东西 其次要知道 这些对象 它的方法有哪些 也就是呢 它具有哪些能力 可以做哪些操作 然后 我们才能够实施代码 也就是呢 定义这些类 并且呢 在主程序当中 实力化它们 那么这就是 面向对象编程 和面向过程编程 我们看到 它的编程思想 是明显不同的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面向对象 编程当中 首先要进行到 面向对象分析 在面向对象分析之前 首先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对象 也就是我们来理解一下 什么是对象 在面向对象变成当中 对象可以指 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 也就是在我们软件当中 如果需要模拟 自然界中的某种事物 都可以成为对象 对象也可以理解为 计算机为解决某个领域问题 所使用的事物 也就是自然界中的 事物的模型化 那么 这就是对象的 另一种理解方法 这些对象 它是具有自身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地图 蚂蚁 虫子 那么蚂蚁 要能够知道自己的位置 要能够呢 按规则进行移动 那么这就是它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最后计算机中的对象 具有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也就是自然界当中的 任何事物 它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非常多 那么我们在具体的 计算机软件项目 当中建模的时候 并不能够把这个对象 所有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都给它表示出来 因为我们在软件当中 可能只需要 对象当中的 某些特征 或者是能力 那么此时呢 我们只需要对 关注的 这些特征 或者是能力 进行建模就行了 那么这就是 什么是对象 对于面向对象 变成 它具有什么优越性呢 首先 面向对象的优越性 第一个 在于封装 对于 面向过程变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 蚂蚁的位置 虫子的位置 都是一个 独立的 选举变量 而对于 面向对象变成 可以看到 蚂蚁的位置 在蚂蚁这个对象的内部 那么蚂蚁的能力 也就是它的方法 也在蚂蚁的对象内部 因此 这就体现了 封装性 具体来说 什么是封装呢 也就是 在软件设计当中 将模型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打包在一起 我们就称它为封装 模型的改变 由模型的自身来完成 就像自然界的事物一样 比如 自然界当中的大处 它的长大 不可能由人 让它长大 还是呢 它自己长大 然后封装 可以隐藏模型的细节 外界呢 只能够使用它 不笔 也不能改变它 这就是封装的特性 其实封装的特性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使用的也比较多 比如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常用的机器 它就属于封装 那么对于这样一台洗衣机 它内部的一些状态的改变 以及呢 它的运转 都是通过按钮来控制的 那你不可能说 这个洗衣机 它在洗衣桶旋转的时候 你手动去旋转它 所以呢 是通过接口 来完成 对这些对象的 内部的操作 那么实际上 它内部操作 还是由它自身 来完成的 就是封装 封装 可以有效地保护 对象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被其他的对象改变 而 要想改变 这个对象的内部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必须由这个对象 自身 来进行修改 对象的优越性 第二个方面 体现在继承上面 那么继承 其实是符合 自然界的分布规律的 比如我们在学习 生物学领域的 相关知识的时候 我们知道 都是怎么样 分类学习的 什么门啊 钢啊 木啊 刻啊 那么这些 其实就是自然界的 一些生物的分类 同样的道理 在面向对象变成当中 我们经常呢 将这些分析出来的项目中 所需要建立的模型 进行分类 然后呢 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定义成为一个负类 对于具体的模型来说 我们直接继承这个负类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达到一个快速的代码重用 也就是在负类当中 具有的特征 或者是能力 在子类当中呢 只要通过继承 就可以快速的用入 而不需要呢 重复的写代码 那么这就是 继承的优越性 就体现在于 快速的代码重用 这个呢 在我们刚才的 这个实例当中 是有体现的 比如 我们在 这个面向对象程序中 首先定义的 就是这个经营类 然后呢 我们定义的蚂蚁和虫子 其实呢 都是这个 游戏当中的 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游戏的角色呢 它具有共同的特性 就是移动 以及 需要记录自己的位置 那么这就是 它们共同的特性 我把它概括出来 然后呢 再继承它 这样呢 就可以重用 这个 负类当中的 很多代码 这就是 面向对象的 优越性之二 是继承 第三个 我们看一下 多态 多态呢 就是指 子类 可以继承 负类的特征与能力 还可以通过 自定义 来修改 其特征与能力 这样呢 子类就可以具有 和负类 不同的状态 以及能力 那么这就是 一种多态的体现 第二种呢 就是 我们 在Python编程里面 经常提到的 叫做 鸭子类型 所谓鸭子类型 它的名称 来源于一个 外国人提出的 鸭子特施 当 看到一只鸟 走起来像鸭子 游泳起来像鸭子 叫起来也像鸭子 那么 这只鸟 就可以被称为鸭子 这是 它当时 这个叙述的原话 在鸭子类型中 关注的 不是对象类型的本身 而是它是如何使用的 那么 对于 Python这种 动态语言来说 也就是 任何一个对象 我们不需要 检查它的类型 而是呢 只要它具有 调用者 所需要的 属性 或者是能力 它就可以 使用 而在 有的语言中 必须呢 使用接口来实现 那么这也是 Python 作为动态语言的 一个优点 那么 多态 就是指 同种类的对象 具有不同的特征 与能力 那么 不同种类的对象 可以具有相同的特征 与能力 那么是 对多态的 两种理解 面向对象 编程的 优越性 第四个方面 还体现在 组合上 组合是指 一个模型 可以由 其他的模型 来组成 也就是 当我们要定义一个 复杂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可以 对这个复杂的模型 进行拆分 拆分成呢 各种子模型 首先呢 对子模型 进行建模 最后呢 合成一个 复杂的模型 那么这就是 组合 面向对象的 优越性 就体现在 这四个方面 其 封装 继承 多态 以及组合 可能 你刚听完这节课 对对象的理解 还不够深入 但是呢 随着我们后面 课程的深入 你会对对象 有更深的理解 如果这节课 你对对象的理解 还不够 那么以后呢 在实施代码的过程中 会对对象 有更加深的了解 本节视频 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非常非常顺便 感谢观看